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妮宝贝的指甲频道 目前各位看到的这双手是今年12月20号的样子 它是已经处理过半年的指甲 但是在半年之前 它的指甲却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甲床是外露的 而且指甲非常非常的短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没有错 还是一样不好 就是非常典型的甲床萎缩 甲床外露的例子 在这边我们和大家展示一下 在这半年之内 如何让它的甲床萎缩 一路恢复到现在像正常甲床的样子 看一下现在卸掉的样子 因为大家都说图片可能会作假 所以说我们录了影片 这是现在它把人造指甲卸掉之后 目前指甲的状况 甲床萎缩 基本上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外力的破坏 它可能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破坏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双手主人 撕拨抠咬指甲的这些破坏 第二大类是来自于皮肤的干燥 因为皮肤很干燥 所以说呢 它的双手主人就忍不住 想要去破坏手指头 第三大类呢 是指尖不健康 因为干燥又破坏 所以长指甲那块肉 就变得不健康 所以长出了不健康的指甲 不健康的指甲轻轻一碰 就很容易碎 以上说的三个因素 它是可以互相影响 而且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陷入了指甲不好的困境当中 我们再复习一次 脚肠萎缩有三个原因 有外力的破坏 有皮肤的干燥 也有指尖不健康的影响 如果说想要知道 更详细的解说的话 我们拍过影片 也写过文章 在右上角的连接里面 以及说明栏 都有连接 可以往里面点 对比于脚床的原因 要让脚床恢复 也有三大方向 三个主要的目标 可以做进行 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是避免破坏 所以生活上 运动上要避免破坏 并且呢 双手主人也要尽量 不要去抠指甲咬指甲 第二个方向 是要把日常保湿做好 当你把保湿做好了之后 皮肤就会变得比较软 指甲也会变得比较健康 那这个时候 就不会下意识的去破坏指甲 另外 当它受到外力破坏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自己恢复 第三呢就是人造指甲的保护了 如果说避免破坏了 做好保湿了 还是无法让手指头 回到正常的状况 那么就需要专业的人士 来帮你使用人造指甲 保护你的指甲 让指甲能够自然的长出来 当然啦 有很多人他可能破坏了一辈子的指甲 这次终于发现妮宝贝了 他希望赶快最好半年之内 一年之内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没问题 三件事情一起来速度会更快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 假床药恢复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避免破坏 第二是做好日常保湿 第三我们有可能需要人造指甲的协助 人造指甲 它的制作方式基本上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调整指甲能力的人造指甲 制作方式会更复杂 通常来说我们第一不会先卸掉 旧的人造指甲 各位刚刚在一开始看到 他卸除指甲的样子 就是先把旧的人造指甲卸掉之后 所看到的指甲 指甲卸除之后还要做复杂的前置作业 原则上来说就是把它的干皮 以及指甲上的老废角质全部清干净 再来是涂抹凝胶制造人造指甲 而这个部分呢 依据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凝胶状况 甚至有时候还会使用水晶指甲来做处理 那各位现在看到的 就是利用凝胶的特性来调整指甲的形状 Peggy老师她目前拿着调整夹 都会看西看看 把指甲调整到一个比较标准的形状 调整完了指甲之后 我们会继续凸胶 用很多不同的凝胶去做出不同的形态 去保护她的指甲 指甲做完了之后 我们还会修磨人造指甲 因为毕竟要让人造指甲看起来像真指甲 摸起来也要像真指甲 这样子指甲主人才不会去破坏它 这双手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可以算是一个年轻的小弟弟 这个男生非常热爱运动 而且他是一个业余的运动员 他想当一个棒球投手 因为打棒球 所以会强度的使用双手 让指甲凹折更加严重 这是指甲开始之前甲床萎缩的状况 经过了细心保护避免撞击之后 再加上非常认真的做好日常保湿 在第三个月的时候 指甲已经长出来 但是呢 这还不满意 所以持续处理问题指甲 在保护的情况之下 到了甲床缓缓的往前伸长 逐渐摆脱了甲床萎缩的困扰 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哇 长得非常棒 可是他还继续处理 一般来说 我们处理问题指甲 至少需要半年以上 大多数的客户 大约一年左右会结束这样子的处理 处理结束之后 还是要记得保湿不能停 一定要把保湿做好 不能让指尖再回到过去的恶性循环 最后我们还要再涂最后的凝胶 做最上层的保护 把最后凝胶罩干之后 再把残胶去除 然后再做清洁 最后我们还要再检查指缝 检查指尖 看看有没有残屑 或是粒粒不舒服的地方 要全速清干净 使我的步骤里面最后一个流程 当然是做好保湿 在这边我们涂了紫园油 妮宝贝的精油产品 是我们非常推荐给所有问题指甲的客户 紫园油和万用膏 都是精心用精油调制而成 所以是妮宝贝唯一指定 热情推荐 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Ending 就是这样会比较清楚结束的样 我弟弟你真的指甲真的漂亮好多 她一次还是想赞她一次 是的 她的改善非常非常的明显 来看一下 这是半年前处理之前的收拾头 甲床萎缩 而且指甲也非常非常的短 看现在比起来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只要认真努力 就会有改善 这次的案例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看大家说声音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